這邊會有個銷貨名系 銷貨名系指的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填一個訂單好了 比如這個訂單 這上面單號會自動的一加 這個有點像剛剛的那個表單 不過那個表單我們是額外跳出一個 但是如果你將來已經有預先有一些欄位 這些欄位的話包含就是說 它也可以自動化 當然一樣可以做下拉清單 比如說將來可能一個電話來了 那個客戶說我今天要一個最速件 最速件你會發現 這個最速件就一天 也就一天之後一定要抵達 所以這邊的話有一個9月13 今天9月13 然後一天之後明天會抵達 不過這個地方可能會需要顧慮到一點 因為之前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如果禮拜六禮拜天沒上班怎麼辦 所以是不是能夠避開禮拜六禮拜天 當然可以啊 用哪個函數呢 其實前面好像有帶到啦 只是說可能那個範例我 那個部分我沒特別去做練習了 但有一個函數 它可以幫你避開六日和國定假日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可以下拉多久 它可以自動幫你產生一個到後日期 另外呢 客戶的編號 假如說你的編號告訴我一下 你幾號編號 比如說他是0003 然後自動會帶出 他是哪一個客戶 然後他的電話 他的地址 另外他要訂什麼東西呢 當然你也可以 假設他也知道編號 或者你也知道編號的話 你可以用編號來選取 那選完之後的話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產生編號 自動幫你產生 這個對應到的品名 跟他的單價 這個是自動帶出來的 那下拉之後的話呢 一樣可以幫你帶出其他東西 帶完之後的話呢 數量你也可以用下拉的 假設最多只能選個五個 假設你有一個數量限制的話 那你可以選 選完之後一樣 小記會幫你小記出來 最後呢 他會幫你把最後的結果 幫你加到上面這邊來 那做完之後呢 你希望說這個訂單 要能夠怎麼樣 存起來 不然的話 訂單做完之後 以前可能 你就把它拍照 或者把它列印出去 那不合理啊 因為你現在是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做完 其實還蠻流暢的 做完之後的話 按個訂購 訂購的結果會怎麼樣 來幫你把結果 放到銷貨明細 回來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單號 加了1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其他東西清空 你不是下一次又打電話來 又一個下一個訂單 又可以再繼續 那不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很簡單 很簡單的一個銷貨系統了 訂購按下去 它會怎麼樣 切到這邊來 幫你把資料填到這邊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再回過頭來 這個單號 就可以再去改變 就是幫你加1 不過後來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單號不要這麼簡單啊 可能我是 ABC-000多少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可以做啦 只是說 需要做那個程式上面的修改 OK 那首先的話 你們第一個 就是說 要怎麼樣可以 根據最速件 得到這個最後的結果 OK 那這裡面的話呢 特別重要 這邊也會 需要避開6日 的這個需求 你們先試試看 這個地方先把這個檔案先開起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個部分 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訂單日期的話 就是今天 那今天的話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最簡單的話 日期與時間函數裡面 你找到什麼 用那個today 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你打個today 當然你用now對不對 當然也可以啦 不過有點多餘啊 因為這邊用不到日 用不到時間嘛 now的話是日期加時間 那因為我只要時間的話 用now就可以了 OK 按一個確定 那再來的話 到貨 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不過現在下拉清單沒有作用對不對 可能你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我的那個這個下拉清單裡面 包含這些什麼 極件 普通件這些 其實就在郵件這邊 裡面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性質的那個 有沒有 就是性質欄位 裡面有這些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清單的話 好像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你可以從那個 先確定一下公式裡面 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有沒有性質 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還記得吧 你就是要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用什麼 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 它會幫你建立一個叫性質的一個清單 然後利用這個清單 你做什麼事呢 就在這邊找到資料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做下拉清單 好像我們講過嘛 資料驗證 把這個來源的地方有沒有 第一個 改清單 第二個呢 來源 直接把這個先刪除 F3 然後呢 會跳出一個性質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另外 這邊不是有一個訊息提示 其實以後 如果你要有一個訊息提示的話 有沒有 就把這個 這個key上去 它就會有一個提示出來了 按確定看看 那這個地方呢 就會出現有沒有 下拉清單的 所以這個下拉清單 我想比較簡單 前面有做過 那 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希望選擇一個 比如說 普通劍 假設要加五天 那這個加五天呢 意思就是說 什麼 把今天 再加上 五 可是問題這個是劍數 不是五啊 所以怎麼辦呢 你需要用什麼 用它 去查什麼呢 查這個郵件 那 郵件這個範圍裡面 看看有沒有 郵件這個範圍裡面 會對應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呢 的名稱我已經定義好了 叫做郵件 那 也就是說利用 譜 比如性質 假設他選了一個普通件 那幫我帶過來的 帶回去的就是五的話 應該有印象吧 我們前面有用過那個 用那個 V6卡籃數有沒有 查的話一定是查第一欄 帶回去一定是 第一欄以外的其他欄 那當然這邊是第二欄 所以 如果比較簡單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 如果今天 要普通劍 那哪一天呢 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 這一天 再加上 當然普通 不是普通劍 是用普通劍 去查 對不對 所以後面的話呢 請你點前面一下 找其他函數 因為 前面已經有公式了 所以你之後 要加函數的話 一定要這邊 你不能再插入函數 然後呢 再到哪裡呢 再到檢視與參照 的最下面這個 V6函數 有沒有 這個好像前面都用到蠻多的 而且V6函數 其實用到的機會非常大 那 你要查什麼 查他 在哪個對照表 F3 裡面應該有個郵件吧 有沒有 在那個郵件的對照表裡面 幫我查什麼呢 查 這個普通劍 然後呢 查回來的是第二欄 比對方式的話呢 我就完全比對 有沒有 輸入一個0 因為 反正就是那幾項 也不會有其他的 你就用0 完全比對 要一模一樣喔 他回來就是5 按確定 有沒有 這一個 出來的就是這個 OK 應該沒問題吧 但是 這個是第一個啦 可是如果說你們公司 不過有些公司是全年無休的嘛 那就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們公司 什麼 會有 避開六日 這好像問題也 常有同學問我說 避開六日怎麼做 或者是說 這一天 開始之後 可能幾天 比如說我100天要避開六日 像有一些跟那個什麼 跟公家機關 申請一些經費的時候 他就是要你算哪一天之後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用這個方法不OK 那可是問題有哪個函數 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但是 他會幫我避開六日呢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們換一下 這個可能可以先剪下來 然後 OK 好 插入函數的時候 前面好像有講過一個叫日期 誰函數 裡面有個叫什麼 Network Day 和Work Day 那Network Day回來是天數 Work Day回來是哪一天 所以我應該有印象 在那個日血三函數裡面的範例裡面 所以呢 這裡的話呢 記得我們要用Work Day 回來的就是哪一天 特別是因為我要回來是哪一天嘛 那如果你回來的不是哪一天 而是幾天之後的話 那用Net 加一個Net Network Day 按確定 接下來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你從哪一天開始 從這一天開始 那你幾天之後 特別注意喔 就把剛剛Vilo函數貼上 對不對 五天之後 Holiday 特別注意喔 你這個Holiday 請你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去抓那個清單 就是一個範圍就對了 如果你將來有的話 你就切過去 假設這邊有個工作表 叫國定假日 那國定假日你就把它列出來 你就選那個國定假日的那個日期部分 假如有十天就把它選起來 它只要是國定假日 它也會幫你避開了 因為我這邊沒有做啦 如果你們有 沒問題啦 因為之前有練習過 那你可以在Holiday裡面加 那這個Holiday當然不侷限是 國定假日 也許你們公司有特別休假日的話 你也可以把那個特別休假日 放在Holiday裡面 也是OK的 因為這邊我先控把案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看有沒有 它就會是幫我避開 不過因為我們今天 禮拜天 再來好像都沒有碰到假日 除非呢 我變更一下 比如假設我今天 如果要練習 因為確定是OK 有沒有的話 那就是變更一下 假如我們今天變到 禮拜四好了 OK 確定一下 然後按確定 現在我看 今天變成禮拜四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一樣選普通件的話 那應該是哪一天呢 五天之後 理論上它是加五 那加五的話應該是 二十二號才對啦 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 它多兩天 為什麼 因為它避開六日 剛好禮拜六 禮拜天它避開了 當然如果說你將來 再加一個Holiday Holiday剛好也在這中間的話 它也會又避開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用我 對 這個還蠻好用的 OK 那這個公司應該可以理解吧 本來是 把這一天 加後面的天數 那現在的話呢 其實差異就在哪裡了 差異就是在 這個Star Day給它 再加幾天之後 幾天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結果 OK 那另外那個Network Day 剛好顛倒 就是說最後的結果是哪一天 幾天 就是數字 OK 我想各位可以再練習看看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如果今天希望 客戶有個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怎麼做 第一個一樣先確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在你的那個公式裡面 有沒有叫客戶的編號 有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要把它變成一個下拉清單 所以這裡的話資料裡面 有沒有在資料驗證裡面 一樣我們就是在這邊改成清單 按F3 下拉清單按確定 OK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客戶編號就過來了 您不能為資料驗證 其他工作表 好 看一下 其實不是這工作表 應該也不會有問題啊 是要驗證 清單 F3 編號 這個是不是舊舊的檔案 這個我再看一下好了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